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也延伸出了很多我们对传统语言保存的问题跟看法 而接下来我们要更细致的来了解到阿美族的传统歌谣 相较于文学性比较强烈的排华族歌谣 阿美族歌谣里面是我们是接地气 然后具有强烈的生活感 那究竟强烈的生活感是什么呢 那在其他的文化的比对之下 阿美族的歌谣又有哪一些独特的观点跟见解 下一位的主讲者来自于台东都兰部落阿美族艺术家 Sukir Sufi 那老师呢除了是重要的这个造型艺术家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摆放老师所创作的这个雕塑品之外 那更重要的回溯老师在年少的时候 这些传统歌谣带给老师虚虚多多的回忆欢笑 当然从歌谣里面我们可以回溯 这部落里面所有的情感跟文化的连接 那究竟这些歌谣带给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感动呢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Sukir Sufi 那唱着一个歌曲就跟整个环境是有关系的 像海浪的拍打的声音啊 我想现在青年年轻人应该都回去去了解部落的一件事物 然后去可以像做歌曲的创作 然后就是在去玄街部落这些老人家 很读到一些歌曲去感受 你只有回到那个环境 你才有办法去接受这些所谓传统的歌谣 这首歌的歌词 主持人 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多兰部落的 四季苏品 我刚刚所唱的 吟唱的那首歌 就是多兰部落 专属的部落的青年 米古拉古赖的歌曲 它这个歌曲 它其实没有 所谓像我们用汉字来翻译 变成是一个什么 复卫舞这样的一个字役 它其实原本的字役是 比走路还要再快一点的动作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为了要训练部落里面的 青年 他们的耐力 跟他的体力可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才去研发这样的一个歌曲 那我们现在先看看我们 吾兰部落的位置 吾兰部落就在东海岸线 才11线的 它应该算是尾端 所以阿多兰部落里 才都是非常的近 它的原名叫阿多兰 阿多兰其实它的原意是 石头飞气的墙叫 那在过去可能我们早期的老人家祖先门 在开辟这块土地的时候 很多的石头把它堆砌成墙 所以这个围墙就变成是 阿多兰 阿多兰之后演绎 变成是吾兰部落这个 这个有点谐音的名字 那吾兰部落 它的歌曲 那因为阿多兰 每一个部落是不太一样的歌曲 那像我们临近的东河 再过去到成功 那很多的歌曲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针对今天 吾兰部落的歌曲来做一个 跟各位大家一起分享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机会所的歌 那机会所这个名词 原本是speed这样过来的 speed它原本很多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的青少年 在过去十二岁之前 都会住在那个speed里面 那到了风景记的时候 这个speed的场所 就变成是老人家聚会在这个里面 那老人家聚会在里面 它有大概五六个阶层 在speed里面 有Dougal Lomron Matadabalai 有Mikomutai 像在阶层 这个比较老一辈子阶层 在会所里面 它专门的歌就是 请他们来引领 就是里面有Lom Room的 那个阶层就是 专门在起火 然后让那烟 慢慢熏着整个 整个speed 集会所那个会场 那我深信老人家 因为这样的烟 它是一个通往祖林的一个道路 所以它的里面的歌曲 就会比较 庄严 比较严肃一点 你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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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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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